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下一个指标 下一个指标它是一个登船的一个地点 登船地点啊咱们来看 你说登船的地点不同 它会不会对最终结构产生影响啊 这个我现在不知道 但是呢我可以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吧 看看选择什么东西啊 首先选择了登船地点和船舱等级 也就是说接下来你看这个数轴当中 登船地点船舱等级都写出来了吧 然后给它给它们之间按什么区分啊 按它们之间啊 在这按它们之间 有没有被获救啊这样一个事 那对于当前这个 哎呀怎么怎么老跳 那对于当这块就是不光获获救啊 还有它的一个性表 你看就是这块左边是一个list 右边下一个list结构 相当于是你的这个先换你的竖轴画什么 再换你的这个横轴画什么 接下来就是里面数字给它填充进去 这就完事了 来看一下结果吧 CQS一共几个等级点 一共三个等级地点 C这个等级地点啊 咱们来看吧 一等舱登了多少人啊 一等舱登了85人 二等舱17人 三等舱66人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C这个等舱 二等舱登上人数比较少 一等舱人比较多 可能C这块有钱人比较多吧 再来看Q Q是2372 什么意思啊 一等舱人太少了 二等舱没有 Q这个存舱啊 登进来的可能都是一些 嗯就是怎么说 三等舱相当于是普通人家吧 这个意思 S呢 S它就比较均衡了 然后12啊 可能就是站的比较多 然后3它也是比较多的 S这个船舱来说啊 它这个登舱人数是最多的 这个意思 那最终咱们来看吧 对于不同的一个登舱舱舱啊 咱们之前也看过了 就是登舱地点来说 有没有这样一个趋势啊 登舱的地点 咱们再来看吧 接下来我就可以画这样的一个图 对于不同的一个登舱地点 我可以统计什么啊 你看每个登船地点 它获救的和每一位获救的 我都是可以有的吧 你看这个C啊 不是这个图不太好看 反正咱们有数值啊 这个东西都可以算出来的 咱们来看这个东西吧 SCQ 然后它这个获救的几率完全不一样吧 S啊它是非常低啊 为什么呀 S这块可能由于这个 S这个码头来说啊 登的三等舱人太多了 三等舱本身获救几率它就比较低 可能由这样的原因啊 导致S这个穿舱等级啊 获救几率是偏低一些的 C和Q呢 这个C和Q来说啊 C是偏高的 为什么 刚才你看C是一等舱人比较多吧 Q呢 Q为什么偏低啊 Q这块全是三等舱啊 但是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规律 你看 这个Q啊三等舱 比这个S这个三等舱人数啊 从比例来说啊 还要就是还要大吧 但是Q它的一个获救几率 啊 这个看反了 这个Q在这呢 Q获救几率比较低啊 中间看着这个C啊 看着最后这个这个 C第一个是S啊 第一个S中间是C 最后一个Q 该看反了 重说一下 最后这个S啊 为什么低啊 和Q为什么低啊 因为它什么 因为它这个三等舱人比较多嘛 C为什么高啊 因为一等舱人比较高嘛 所以说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趋势啊 看来是正好说法了 那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得出来结论 C港生存的一个几率是越高一些 S港生存几率是越低一些的 那你说一会儿 你要建立模型去做预测 你这个登舱人地点 这个信息要不要用啊 这个要用吧 因为不同的一个登舱地点来说啊 对最终结果影响的一个差异 还比较大的吧 差了百分点啊 差的比较多 差了差不多 你看这个C和S啊 差了二十多个百分点啊 这个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这里啊 我们就又看了一下 就是登船的一个地点 对最终结果啊 它的一个影响啊 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咱们可以再来看 接下来这块 我又画了这样一个图啊 又画了这样一个图啊 都是画了这样一个调整图啊 在这个调整图当中啊 就是每一个啊 都是指定了一个不同的指标 然后这个啊 都是用Sieburn去画的 嗯 咱们刚才也说了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说了 Sieburn这个库啊 相当于是在Metplot上 进行了一个封装 所以说它相当于里边啊 都是每个图都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那接下来啊 我们在用这个模板的时候啊 它就是用起来 它就是比较容易 你看 一行代码画一个图 一行代码画一个图 只不过在这块 你看我指定了一个 它的一个轴是什么 然后这个RR啊 相当于是你画两行两列的 然后这个00表示着 对第一个子图 然后这个对0行第一列 对第二个子图 对第三个子图 对第四个子图 分别啊 对子图去设置一下 它的标题是什么 然后呢 下面就是我指定啊 最终的一个行的一个间距 还有列的一个间距啊 这个意思 最后啊 Plt手啊 展示一下这个图就可以了 然后来看一下嘛 你看这个Sieburn这画图多简单啊 就是你画这个图 就是你指定好当前要用的数据 然后他就帮你去计数 这就完事了 非常简单的一步操作啊 就完成这样一个图 那第一个图咱来看吧 第一个图当中啊 显示的就是 嗯 不同的一个什么啊 不同的一个码头啊 然后它登船的一个人数的一个多少 在这里呢 S啊 还有C 还有它的一个Q 就分别啊 表示着我们对应于三个不同的码头 你看S这块登了多少人 S这块上了这么多人 S是不是最后几率最低的啊 你看上了人多 但是获救几率啊 还是比较低的 可能一些 可能一些什么啊 就是一些普通普通人吧 平衡人啊 都是S上来的 大部分上的情况下 也都是那个三等舱 然后呢 C和Q相对来说较小一些啊 C大概有160人吧 Q相对来说更小一些的 然后呢 性别的一个比例 哎呀 对于这个S来说啊 性别比例差比较大啊 S里边男性是特别多的 我觉得可能这样 就是说 S这个码头应该是最开始 就是始发站 可能这个意思啊 始发站里边啊 它不光是有一些旅客 还有一些就是劳人员吧 像是什么水手啊 就水手还有什么 我看过那个加里迪海盗 我感觉里边就是船员的人数还蛮多的 但是我归泰的那个号里边 应该都是一些机动 这些就是比较机械化的 它里边反正 不管什么样 反正它是水手啊 都是男性比较多的 女性是比较少的 可能有这样的原因啊 导致着S这个码头 它现在上的男性比较多的 那你说对于这些劳工来说 可能给他们住一等舱吗 不太可能是吧 所以说三等舱是比较多的 S这个Q来说啊 就是稍微来说啊 它是比较均衡的 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趋势 然后呢 再来看一下吧 哎呀 这个船舱等级 对应于 不是登船地点 对应于它获救的 一个可能性大小 哇 这块就是左边是获救的 右边没获救 然后呢 这里呈现出来这个趋势 咱刚才看了 SCQ各自获救的可能性 C是最大的吧 你看 获救人数 反而比每获救的多 其他呀 都是少这样的一个趋势的 然后呢 最后我又看了一下 就是SC还有Q 他们登上船之后啊 对于对于就是船舱等级来说 哎 他们的一个分布是不是一样的 然后S来说 你看这个蓝色红色 还有这个这个什么色 这个棕色吧 他们的船舱等级不一样的吧 棕色是最多的 其次呢 是这个红色 其实是这个蓝色 然后C啊 和Q 这个分布非常不均衡啊 你看对于这个Q来说 基本全是这个三等舱 一等舱二等舱 基本上是看不着了一跤 C来说呢 C来说也是类似的 这样一个趋势吧 但是C来说 一等舱比较多啊 二等舱比较少 三等舱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 不同码头来说啊 它登上船的人 住的一个船等级啊 它也是不一样的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区别的 然后呢 观察完之后啊 咱们得到这样一个现象 大部分人怎么样 传等级还是等于三的吧 刚才咱们看了 传等于三啊 人数是最多的 然后呢 C啊 C比较幸运吧 为什么 因为他们当中啊 很多人都存活下来了吧 你看C的一个存活的一个人数 你看在这块 大部分人都存活下来了 C港还是蛮幸运的一些 S港它是富人其实蛮多的 但是呢 孙人基地比较低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个平均来看的 就是看整体的一个趋势 因为这个S里边 它里边这个一等舱啊 可能占太多了 然后呢 Q港口 Q港口你看 为什么说95%都是穷人啊 这只是这么一说啊 因为它都是三等舱嘛 它没有这样一个 一等舱二等舱 基本看不着了 所以说 现在啊 大致的情况下啊 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对于啊 三个不同的一个码头来说啊 他们的一个各自的情况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 对这里啊 咱再来画这样的一个真线图吧 这就是说 对于不同的一个性别来说 再看一下性别对它的影响 蓝色的是咱们很惨的男性同胞 红色的是很幸运的女性同胞 就是S和C啊 和Q啊 都是这样的趋势啊 女性或就有几率 你看咱们刚才是对比所有图当中啊 都去对比这样的一个指标吧 就是男性和女性的一个区别 嗯 就是无论是按照什么样区别 永远啊 都是女性或就有几率 永远都是偏高一些的 这会呢 不光啊 看了男女性 还看了一个传舱等级 那你看 就是传舱等级 咱就不看了 就看整体的趋势吧 S C Q 都是这样的趋势吧 可能在三等舱当中来说啊 嗯 还是在这个三等舱里边 确实有这样的趋势 女性和男性啊 它是都会 其实女性的三等舱里边 它是下降趋势明显的 男性的三等舱里啊 下降趋势 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啊 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那个女性一旦到这个三等舱里边 他就是会有几率比较大 所有几率比较小的就啊 呈现出来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观察也发现了吧 存活几率为一的 基本都是在等舱为一和二当中 然后呢 港口Q很不幸吧 因为啊 它什么 它里边三等舱太多了 那这个时候啊 就是我们来看 SCQ 对于这个码头 这个列来说啊 咱们之前看 它是不是也缺失 也有缺失值啊 那你说 这个缺失值怎么看啊 咱刚才看这个缺失值啊 都是说我拿什么 都是说我要么是拿一个 嗯 什么什么均值 然后只不说你分组 去用均值 那现在这个SCQ 它是三个属性 你这个均值咋算啊 你这个均值算不了吧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拿重数去算啊 或者说拿一个经验值去算啊 比如说我看这个码头之后 我一看 哎 现在这里边哪个舱人最多啊 看一下子吧 哪个舱人最多 S舱人最多啊 那你说一个人来了 我不知道哪登船的 我光看的名字 光看的一系列信息 也看不太出来 这可能唯一的 可利用压制信息啊 就是你可以看什么 你可以按照这样分组是吧 你可以按照就是这样一个船舱等级 进行一个分组 船舱等级在哪去了 可以按照这样船舱等级进行分组 不同的人 他的船舱等级是不一样的吧 所以说啊 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去利用啊 我们的一个船舱等级来去做分组 做完分组之后呢 咱们还是啊 可以得到当前的一个 什么还是可以得到当前的一个分组统计结果吧 在这里啊 咱们就是给大家为了演示啊 就不不不弄麻烦去做了 直接呢 用这个s进行了一个填充 s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s啊 因为它是重数啊 最多的啊 直接拿最多填充啊 也是看见可以的 到时候大家去做的时候啊 也可以去拿这个分组嘛 分成一等舱二等舱三等舱 看一看各自的一个重数 来进行填充啊 这也可以的 填充完之后呢 isnow.in那一下 afos了吧 就是说 现在呢 我把这个登船的一个地点啊 这个s 还有这个c 还有这个q 也进行了一个填充 填充完之后啊 我们现在数据就是比较啊 公正的了 我把这个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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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呢